大家好 我是phd微道 还想要一个试验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vilt之前的工作 那vilt这些文章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精彩的survey 对吧 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像个survey一样 把前面的人的工作都给总结了一下 还有工作给大家分类了一下 你看一下他的分类是怎么分类的 比如说他就分类成了四类 是不是 这是他 这是他自个 这vilt是吧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然后这个是clip clip我们也不看了 是吧 clip给你讲过太多遍了 他这两个工作其实非常像 你看taximbider都非常的小 对吧 vilt都比较大 对吧 然后就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他最后的融合的部分是大还是小 是吧 所以有的融合的比较小 有的融合的比较大 最后一个文章发现融合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性能性能的比较好 所以他也用的融合比较大 然后tax和vilt如果都比较小的话 它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文章就汲取了前面三种模型的所有的优点 然后做造出来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模型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a这个模型 里面的这样一个模型 好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讲了什么东西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这样的一个 embiding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很多种 对吧 这个tax没什么可讲的 因为这个tax的话 它都是放在transformer里面 直接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底下这部分就是什么事都没有 底下这部分我们就无所谓 对吧 底下这部分就是直接tax里面 直接搞个embiding就完事了 对吧 就直接transformer上就完事了 这个就很简单 那上面这部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方案 比如这个方案就是他直接去做一个embiding 这样一个方案 对吧 那还有就是说greatfeature 对吧 那这个我们以后讲讲 那这个最 这个我们讲一篇最原始的文章 叫做vil board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方式就是说他用了一个 后面用了一个这个region的这样的一个cn 那什么叫region的cn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rcn mask rcn fast rcn 这样的一个用来找图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的速度非常的慢 对吧 比如说就是这个东西和我们所说今天讲的这个文章其实差不多 是吧 他的这个图片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模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型 那么这就是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在iclr2020上面 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使用的是board这样一个方式 那我来看一看就是说board这个方式是怎么去大概去做的 就是说首先我们有一张图片 我们图片弄起来 它board的部分是指的是原部分 因为那个图片的board beit这篇文章还没发表出来的 这篇文章是在vlt之后才发表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文章里面肯定是不会涉及到任何的和这个beit有关的东西 那这个文章他就没有用到这样的一个beit的这样一个思想 那他就是在他的文本里面去整了一个mask 对吧 那文本的时候是有mask的 但是在image里面是没有mask的 因为这个image里加mask这个想法那时候还没出现的 是吧 所以之后在文本里能出现这个mask 那文本这一块我们就切割下去 我们其实就不是特别想去关心 就不去看文本的mask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这个图片是怎么进行处理的 使用我们一张图片对不对 一张图片 然后这个图片里面我们就用fasterrcn这个方法 去把图片里面的这些重要的部分给它提起出来 是不是 提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部分 它提起出来之后就提起出来一个feature 它得到的是一个image的这样的一个feature 对不对 它得到一个feature之后 加到一个fully connected layer之后 直接就塞到里面去了 所以它这边得到的就是一个文本的这样的一个token 对吧 那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feature 那这个feature呢 直接塞到board里面去大概做的这么一件事 那这样的话呢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fastrcn这个东西呢 虽然说它是fast或者fastrcn或者maskrcn 它很快 但它现在这个快呢其实也没那么快是吧 它还是很慢 对比起来这个整个的模型的其他部分而言呢 它还是非常的慢 所以说导致这个模型呢 其实速度呢是有问题的 它是有瓶颈的 瓶颈的就在这个fastrcn这个地方 对吧 虽然fastrcn呢 已经比原始的rcn呢要快的不少 但是呢 它依然是不好的 rcn那个文章呢 我们之前是讲过的 是吧 那这个文章呢 你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这篇文章 那么呢 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 好了 那我们看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个文章呢 说白了呢 就是一篇比较原始的文章 后面的文章呢 在这个文章上面呢 去改进了很多东西 比如我们说well的呢 这个文章呢 就把这个图片呢 直接塞到这里面去了 对吧 直接就vit 就或者是beit这个方法 那我们之前讲过这些东西 那么呢 之后呢 对这个进行了很多改进 我们说呢 这个lm啊 还有我们这些这个什么多摩泰呀 他们其实就是排列组合的 这样的一个正这个重要战场 是吧 大家呢 都是排列组合 把各种各样的方法呢 给它拼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做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 这种文章呢 发的非常快 而且性能的非常好 对吧 那个引用量呢 应该也不会少 因为后面的文章呢 写设计什么都会去引用你的文章 那这个文章呢 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引用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最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它里面的有些人呢 对吧 有些东西呢 不同的位置呢 它的attention呢 是能够比较好去找到 这样的东西的位置的 是不是 你看这个man呢 它attention是和2和3的有关的 它能比较好去找到 这样的一个位置 是吧 但是由于这个fastrcn 和这个bort的共同作用 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吧 那就这样的情况 那么呢 这个它一用举了6个例子 都给大家去看一下 你看这是一个女人 对吧 这个女人的话和5有关 跟别的的影响呢 就非常非常低了 是吧 你看这个和4好像也有点关系 你看为什么和4会有关系 因为4呢是一个person 对吧 4是一个人 和7呢好像是不是有点关系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和7呢也是一个人 对吧 就是这边真是个人 人和女人呢是比较像的 虽然这可能是个男人 对吧 但是呢 他和这个女人呢 可能比较像一点 所以说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你看这个4这个地方呢 是有点浅的 所以他这个模型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型 对吧 那这边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样一个模型 好吧 那这个大家看就是6张图 不同的这个样子 都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好的 那么呢 他这个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就说在不同的这样的task 不同的任务上面 在这个文本的任务上 他有的这个数据库呢 他呢是有很多个问题 很多个回答 有的数据库呢 是一个问题一个回答 有的数据库呢 是很多个问题一个回答 有的数据库呢 是一个问题很多个回答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有的数据库呢是classified的问题 有的数据库呢是比较位置的问题 所以呢 对于不同的数据库呢 他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组合方式 那么呢 这个模型呢 他也比较灵活 就是说他能够去处理 比如说 answer classification object classification 这样的问题 他能够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可以去处理一个多任务的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呢 就可以把这些问题都给处理掉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还可以出一个region的 这样一个classification 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问题呢 可以去处理很多的问题 不同的数据库呢 比如说这个是refs高口加 那对于不同的数据库呢 他都有一个不同的处理能力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是吧 那今天的视频呢 讲到这里了 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说排列组合在这个lm 和多摩泰之中的这样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